严乃杀音事件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已经揭露了五大的疑点 而这五大疑点上个礼拜 我们告诉你之后呢 在这个礼拜 我们再来告诉你另外的五大疑点 加起来一共有十项疑点 而这十项疑点 究竟透露这些什么消息呢 这个案件真的不单纯 而不单纯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等一下我们就会来一一的揭秘 来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 但是呢我们注意哦 在日前的时候 香香的妈妈也接受媒体的专访 但是这个访问里面 你会听出一些只字片语 你会觉得说整个案情当中 很多地方都不太合逻辑耶 上礼拜我们讲了五大疑点 我很快讲一遍 来就香香的妈妈 产现超人宽容之心 你跟你嫂嫂轴离明明就不合 三个月来都为了什么衣服被剪破啦 不想要你小孩看香香啦 然后在那边两个人吵来吵去 什么突然现在知道 她是害死你香香的凶手 你突然很宽容 律师露线 一下说怀疑周伯母是顶罪 一下说不是顶罪 一下说这是媒体误传 到底哪个才是对的 谁在家 再来1.5 人写照片 到底香香的爸爸跟妈妈 在香香重病住院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展现了超人的豁达呀 再来1.6 新的 态度转变 又五大疑点出来了 对 这是新的 这五个是新的 1.6是新的 态度转变 就是说当香香的妈妈知道是奶粉厂 可能有千名人事件的时候 你完全没办法原谅奶粉厂 可是后来知道周伯母自己的大事的时候 你就非常的宽容 而且自己的女儿被杀死了 被杀死了居然还能够宽容到这样子 痛骂厂商 你在还没有证据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说 你就觉得是厂商 你就把厂商痛骂一顿 你当时到底秉持的是什么 言巴 言巴 恐怖的言巴 言巴能处犯 言巴也能杀人 难道只有大伯母吗 来 大伯 也就是香香的大伯 大伯母的老公 他三年在家都失业 经济拮据 检察官会不会想调查他 会 来 再来 大伯母说 对 家人就是我 我认罪了 但是呢 我并没有想要害死他 我真的希望能够愿意喂他死 当初你在加盐巴的时候 一加再加 那就是一个会致死的盐巴量 你现在就说 你想为香香而死 你会不会太矛盾了 你是不是在保护某人 想要一肩扛起呢 而且你看他的两个小孩年纪 还那么小 一个五岁 一个两岁 是啊 小孩还是需要有母爱的 你为什么会一开始 不想请律师呢 你应该想要请律师 还自己的一些清白 如果有冤枉你的地方 好 再来 香香的母亲 我刚才讲 超人的宽容 超人的豁达 豁达是指 香香重病住院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在做 超商买咖啡 及马戏团 的这个汤匙 对不对 香香的父亲 你是不是还换你的大头贴 是不是 等等 这些是不是会让人觉得 你怎么都不担心 香香已经重病住院 在洗肾了耶 再来 香香的阿嬷 香香在还没有死的时候 你就跟香香的母亲 讲说 再生一个 这是一个做阿嬷 可能会说出的话吗 简单管也要去厘清 好 我讲了 这么多的盐巴 到底是不是有可能 更多的人 不是单数 是负数的嫌疑人呢 好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 香香的妈妈 她前后态度 有很大的差别 怎么说 当她一开始认为 开始我香香的凶手 可能是奶粉 而奶粉就是那个奶粉厂 所以奶粉厂有问题 你当时说了很多重话 你讲到 为什么别人小孩可以叫妈妈 我的小孩呢 躺在冷冰冰的儿童交互病房 有时候真的想 我好想替香香受罪 一个多月大的小孩 只能喝牛奶 但化验出来的结果数字 盐巴量惊人 大人都没办法附和 何况是一个多月大的香香 你觉得很伤心 你觉得做一个母亲 你无法承受香香受到的痛苦 你指使了奶粉厂 你对奶粉厂如此义愤填膺 因为你认为它间接害了香香 对不对 好了 结果一个礼拜之后 你发现不对 杀香香的凶手 原来是你的 小嫂 你的大嫂 那你是不是应该 会用同样的标准 去对你的大嫂说 你怎么害死我的 但宝宝 可是却没有啊 没有啊 对啊 你反而 马上选择原谅 差了很多 马上选择原谅 而且奶粉厂还不是故意的 你大嫂是故意的啊 你是不是应该要更气 你是不是会质问她 没有 你选择原谅 你说她永远是我的大嫂 这不是很超人的宽容吗 好 再回来 第二个 就是香香的母亲 你到底对于奶粉里面 有盐巴 没盐巴 嫌疑犯是谁 你的说辞 为什么改来改去 来 两天前接受媒体的专访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可能是你大嫂 就是香香伯母下的嫂 没想过 没想过哦 根本就不晓得 他说 那你老公 还有 再来 你的姑姑 小姑 是不是也都不知道 他说 对 都不知道 这是两天前讲 不对啊 明明之前 他们在接受 检察官征讯的时候 有一个家属 跟检察官说过 家里面奶粉被放盐巴 是周亚廷 伯母放的 早就有人知道了 对 那既然早就有人知道 怎么会有这样的回复 再来 早就有人知道 那当时香香死掉了 高血纳 是不是应该要先怀疑是 周亚廷干的 可是他们却 忙头 直接都先指向奶粉业者 这是什么 莫名其妙 动机有点诡异 对 为什么大家会怀疑 香香的妈妈 你一定 可能早就知情 就是因为 来 原来 奶粉被换过位置 来 当初一开始 检警在询问香香母亲的时候 说奶粉放哪 他说 放在饮水机的旁边 方便冲跑 可是后来检警搜索的时候 香香的妈妈却又说 奶粉是放在卧室里 来 奶粉为什么要改变位置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 你知道 你的嫂嫂会加盐巴 所以呢 你才把它放在房间 以表达比较安全嘛 是不是 好 纵观所述 你会觉得 这个案子里头 他们一开始 真的不知道 是家里人干的吗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有请到 台北市警局 前见识主任 谢主任 他有告诉我们 一个重要关键点 那个关键点是什么呢 奶粉罐上面的指纹 但是呢 在新天的时候呢 最新的消息里面 奶粉罐上面 的确有指纹 可是 现在又多出了 第三个指纹 这个指纹 谢主任 究竟是谁的呢 其实这个指纹呢 现在就是要做比对嘛 那比对呢 一定是从那个 他的家人 这一部分来 先来做一个比对 看到底是谁的指纹 那你家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可能 跟这个必要 去动这个奶粉 他说有一次 我可能是好奇啦 我就看这个奶粉 好 但是我不先告诉你答案 好 你那个指纹 不是 你那个奶粉 你是怎么拿的 可能呢 这个在模拟的时候 就说你指纹怎么拿的 他说我是这样拿的 你是这样平常的习惯 你抓 这个抓起东西 大概都这样拿 这样拿的时候呢 就要可以看 他的指纹呢 可能在拇指的地方 就会有 这样子 然后在食指的地方 也会有 在中指的地方 环指的地方 然后小指的地方 你看 这个就是变成 我抓指纹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嘛 所以这样子一抓 那指纹都出现了嘛 对呀 也就是说 我现在你的拇指 好 我这一天就可以 变到指纹了 那你如果说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你整个指纹 那表示你的动作 整个动作就出来了 但是呢 如果发现你这个动作 并不是这样 你发现指纹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啊 但是这样的话 算是一个泡奶粉的人吧 对 那假的 所以就看他的习惯了 但是并不代表说 上面留下指纹 你就是凶手 最主要是 还要结合很多的东西 有时候他可能 忘记他的动作了 可能忘记了 或者是说呢 你要对这个东西呢 他说平常我是这样抓的 可能那一天呢 也许意外的就这样抓 对不对 这样抓 当然离留指纹的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他可能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又不一样 可是呢 后来我发现这个指纹呢 是在哪里 是在罐子上面 盖子上面 对 假设你盖子上面 留下的这个四个指纹呢 这个指纹留在这上面呢 罐子上面呢 是怎么样 这个姿势呢 代表说 你这个呢 可能在开的时候 我是这样开的 哦 因为这样开 所以指纹会在盖子上面 我从来没有打开奶粉 那你这指纹 为什么会留下来 对 但是有一些呢 比如说你在盖子上面 你说我没有动盖子 我也没有打开 那你没有动盖子 为什么会留下 打开的动作 那另外呢 如果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条根上面呢 留下指纹的话 你拿起来 这样子也有指纹了 对 这样子也有指纹 因为它是平面的 对 对平面的话 所以主任 你意思说 这个地方有可能 因为你拿了 有可能拿了以后 这边夹着 对 主任你的指纹在上面 对 那指纹上面 指纹就跑到这个 所以你说我都没有打开盖子 我也没有咬奶粉 那就表示说 你有咬奶粉 因为在上面就有奶粉 那你为什么要说话 谢谢主任 奶粉是个关键 但现在检调 好像有六大关键 要来查证 有六大对职 但这家属 一共八个人 要怎么样来对职 能够真的这样子 查得出真相吗 当然我觉得 应该先做一个 分开的隔离讯问 讯问以后呢 看针对这些的问题 哪些地方 到底出现了差池 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 为什么大家的家属 这个说法会不同 或者说相同的占大多数 不同的占少数 那再来查之间的原因 当然最后呢 可能要配合他们之间 如果说实上 有称赐的地方 再来设计一些题目 那如果像上面你看 像现在泡奶前 有测试温度 何时发现奶粉偏咸 还有何时发现香香 会有异状 还有什么时候呢 去送业奶粉 另外呢 带着香香什么时候 去看医生 另外呢 奶粉放置的位置 有无更动 这六大质疑 这六大问号 如果说都能够 以这些时间点来查的话 可以这样子查得出来吗 如果这个 这个检警呢 他们在问的时候 都是这些问题的话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可以针对这些人 再来问 你说你泡奶前 有没有测试温度 那我很少泡奶 我几乎没有泡奶 我没有泡奶 那你罐子 有没有接触过呢 我记得好像没有 那没有我们就要考量 为什么上面找到你的指纹 这个就是问号了 对啊 就是一个问号 从这次关键当中 来找出问号 对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问 你这么讲 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现在据传说 他这个香香的爸爸 好像是具有医疗背景的 是医疗方面的业务 那他会有这些的 可能性的嫌疑在吗 当然我们不能说 有医疗的背景 然后呢 就一定有这种 这种嫌疑 不过呢 还是要查证 对不对 还是要查证 最主要还有动机 有医疗背景 跟有动机 基本上是两码事 那动机最主要就是说 常常有人传言了 那这个小孩 万一不是你生的怎么办 对 万一啦 这个问题 对 又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个小孩 不是他们父母亲生的 对不对 所以你动机 如果你很爱这个小孩 我有医疗背景 我没有那个动机 要杀我的 杀害我的小孩 如果万一是真的这样的话 那就变成是一个 动机的起源了吗 对啊 那起源 这个小孩也许不是他的 这个当然是一个可能性而已 只是说呢 这一部分 我想到最后呢 有必要的时候 还是可以做比对 做鉴定 这些我觉得是不难 但谢主任 现在遗体不是已经火化了吗 那再来呢 家乡不是都已经 都火化了 什么都没有了 对 但是你不要忘了 香香呢 他有经过解剖 解剖 所以解剖的时候呢 照理讲 因为我之前参加过 涨太多的一个解剖案件 那解剖案件呢 他们都会取样 包含你的血液 包含你的 都会留下样本 所以之前在这个解剖 都会留下 留下你的一些样本 都会在你检验报告出来之后 那些样本也都会留着 对 因为你验完以后 不是全部都把它销毁掉 至少那些样本还会留着 也有必要的 所以你说从样本里面 我们可以去抽屎波紧 找出一些问题 如果有这个方面的质疑的话 就是有人有这样的疑问 如果这样的疑问的话 检方说那还不简单 就做亲子鉴定 究竟这个延奶案件 是谁干的呢 但是呢 那在今天的时候 有最新的消息出来了 这元凶可能跟一只老鼠有关系 为什么整个案情发展 会变成跟老鼠有关呢 好 立哥 这个案情 刚才你听中博讲了 你就已经觉得 真的是峰回路转 曲折离奇 但是我们每次走到什么地方 都会撞到壁 对不对 对啊 碰来碰去 都是碰到壁 今天最新的说法 原来引起那轴离失和的原因 叫做衣服 衣服 衣服 衣服被老鼠咬了个洞 等一下 衣服被老鼠咬个洞 本来说可能是人干的 因为轴离失和嘛 所以是人捡的 这样都不是了 是老鼠干的 你说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合 是因为衣服被捡刀给捡了 对 结果后来搞到最后 是老鼠咬的 好 老鼠咬衣服有点奇怪 这个是据他们的 沈家的亲友讲的 你说香香的妈妈 刚生的香香的时候 其实她在怀孕 还没生的时候 就已经先住在婆婆家了 但是她为什么会住在婆婆家 她生下来自己照顾 不要造成婆婆的负担 为什么 因为大伯母 周雅婷的两个小孩 女儿已经小二了 国小二年级了 小的儿子已经四岁了 奶奶因为周雅婷有上班 所以都在帮忙照顾 香香的妈妈就想说 我不要造成奶奶更大的负担 所以她就住在婆婆家 然后照顾自己的香香 这样子就对了 然后奶奶常常在什么 就是周雅婷还没下班的时候 从周雅婷家里 把两个小孩 她的两个小孩 带回婆家自己照顾 先照顾 好 所以这样子我就跟你讲 就会发生一个情况 那看起来是一片河了 一片翔河对不对 是啊 这个祖孙三代都住在一起 对不对 对啊 那可是因为 有一次香香的妈妈 在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洗好的衣服 怎么会有破洞 洗好的衣服有破洞 她那时候心里就在想 这是不是周雅婷自己认为 就是大伯母自己认为 她已经失宠了 所以说要用 剪破我的小孩 香香的衣服 作为报复呢 她在胡一的时候 这个时候周雅婷 她自己本身也发现 她那两个小孩的衣服 也有破洞啊 就两边都在开始怀疑对方了 你的意思说 香香的妈妈之前怀疑 是伯母去剪的 她家的衣服 后来伯母发现 小朋友的衣服也破了 认为是香香的妈妈 用剪刀去剪了他们衣服 他们中间的这样的嫌隙 就这样子出来了吗 就是因为这样产生嫌隙的 可是现在 但就因为一只老鼠吗 就是因为一只老鼠吗 一只老鼠 害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情感 产生了问题 对 一只老鼠让整个家庭 几乎破碎 一只老鼠让香香死亡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有 最新的报道说 其实都不是啦 都不是香香的妈妈 也不是周亚廷干的啦 而是被老鼠咬的 我现在请问一下 这个东西是报道 或是记者能够生得出来 变得出来的吗 等一下 如果要写到 讲到这些东西 一定是他们自己 家里人讲出来的 当然嘛 绝对不可能是有人去 肚撞死出的 当然是沈家人讲出来了 为什么会讲这个 我现在就告诉你 因为阿嬷 为了这个事情 还因此跑去买老鼠药 认为是老鼠干的 可是周亚廷个人 阿嬷认为是老鼠干的 但周亚廷认为是 香香的妈妈干的 香香妈妈也认为是 周亚廷干的 对 就是这样 那周亚廷在不知情 不了解的情况之下 就偷偷了加盐巴 到香香的奶粉里面 只为了衣服有破洞 只为了衣服有破洞 要杀一个小婴儿 认为自己在家里的地位不保了 这么残忍 对啊 怕失宠了 他以为在眼后都生还转吗 然后这个问题都是出在一只老鼠的身上 还有奶奶买的咬老鼠药为证 大家听到这边会不会觉得这个逻辑 你听起来很荒唐 老鼠咬的跟人捡的 太容易分辨了 谢谢主任 我想请问你 如果说是老鼠咬动 跟这个剪刀剪的状况来说 究竟差异性会在哪里出现呢 其实一个布呢 我们如果说发现是 老鼠咬的跟剪刀剪的 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譬如说呢 你这个是一块 一条毛巾 那毛巾呢 你现在用剪的话 就举例这是小朋友的衣服 对 小朋友的衣服呢 那你剪 剪破一个洞 这里有一个洞啊 对 对一个洞啊 那个洞你可以看呢 它的边缘 基本上呢 看起来是蛮平整的 对不对 你去说这个布的 这个 完全是一个平的 对 那请问牙 那个老鼠的牙齿 它有两颗会比较那个 它会咬成这样的洞吗 不会 不会啊 它一定会 老鼠咬的绝对是 撑吃不起的 然后呢 长短不移 这个跟这个 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有一种情况是 如果是直接剪 直接剪 假设呢 我剪得比较大一点的话 假设是这样的时候 我故意要破坏 我要把衣服剪破 对 把剪破的话 基本上 还是可以看的 当然 这个用显微镜看 是很清楚 你说用显微镜看 对 但是显微镜 家里不可能有显微镜 但是你现在 就用肉眼 切口非常垂直 对啊 垂直啊 或者是说 很多的地方 像这个地方 有脚啊 像这个东西 你用老鼠咬的 这个毛呢 会长短不移 而且这个 这个边缘 不会那么平整 你说那个老鼠咬 就像那个Kika一样 对 它咬然后会扯 有时候会扯 就是那个切口 是完全不平均的 一个切口 对 但是因为呢 我们看过的 我没有看过它咬布 我看过有咬那个 瓦斯管的 咬各种东西 就是说 它会有那个门牙 最主要那个门牙 那个痕迹是蛮多的 可是呢 这个在上面 留下门牙的 几率不是没有 可是它到最后呢 它可能会扯 会扯 所以呢 它最主要是要磨牙嘛 最主要是磨牙嘛 所以一般咬老鼠咬 会咬硬的东西 比较少去咬软的东西 对吧 因为它要磨牙嘛 所以呢 因此这样这个东西 我觉得用肉眼 应该可以做分辨出来 只是说 这个相关的一些 一些当事人呢 有没有注意去看 注意去看 当然可能 如果你假如我怀疑你 对我不好 可能很多事情 我都会转嫁到你身上 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怀疑的心理 当然这一部分 其实有很多的科学 很多的一些建设的方法 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是 听到谢主任这么一讲 你不觉得整件事情 真的是有些扑瘦迷离吗 案情发生之后的 第一时间呢 香香的家属 并没有去报案 而这件案情当中 他们究竟要隐瞒什么 还是说 有些什么 我们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立刚 最近 香香的爸爸妈妈 有接受媒体访问 然后他里头提到一件事情 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 什么事情 就是他 他自己讲的 他说 当时是怎样 香香那天晚上要洗肾 洗肾的时候 护士突然拿了奶粉出来 问他们说 香香平常是不是就吃这罐奶粉 然后这个时候 香香的外婆就说 那个奶粉有点咸 他外婆已经这样讲 外婆自己讲 对 然后其他人就 大家来沾一点试试看 试试看 每个人都觉得有点咸 然后到那个时候 他们才认为 这个里头含言太多了 这个是有问题的奶粉 可是 你不觉得这个听起来很不对头 怎么会在家里没事 因为 到了医院 对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他们什么时候把奶粉 送去化验你知道吗 10月初 他10月初就已经送去化验 等一下 10月初就送去了 这个时候他还在国泰医院 他还在国泰医院 我刚刚讲的 发生在马街医院的事情 他10月初在家里头 他们就已经把奶粉送验了 表示他当时已经怀疑 奶粉有问题了 而且验出来的 奶粉的钠含量 就已经高达4000多毫克 这已经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已经是第一时间点 照理说应该要知道 这奶粉里面有钠含量在了 然后他们一直要到那个时候 才会怀疑吗 而且更离谱的是 10月15号 也就是香香这时候 再送了国泰医院 再验两次 两次一次是5000多毫克 怎么越来越多 一次6401毫克 然后到这个时候 香香身体已经撑不住 他们赶快到10月16号 马上转整马街医院 然后医院验出来 那刚刚已经要洗肾了 那这时候 最后检察官验出来 已经超过7000多毫克 你看他们到这个时候 才认为那份有问题吗 不是 但是前面就已经验出来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香香的妈妈 在记者会上的时候 还说他们等到香香到了医院 之后他们才知道说 奶粉里面的钠含量过多 可是从这样子看来 在10月初 他们就已经知道 钠含量过多了 我要说你既然10月初 就已经知道奶粉有问题 第一个正常的会是什么 我赶快去找奶粉厂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 因为就是一般小市民 可能不知道怎么跟厂商联系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因为香香的爸在做什么 你知道吗 第一个 香香的爸爸 是医疗器材的业务员 什么 医疗器材的业务员 他自己做医疗器材的业务员 第一个 基本的医疗尝试 他一定有 他一定懂 第二个 要找这些厂商 你说他会找不到吗 他自己做医疗器材 他会找不到吗 奶粉的话 当然会熟 怎么可能不熟 结果他们完全不去做这件事 完全不跟厂商联系 他们也不反应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们不知道在想什么 然后 OK 你说这些东西 他没去做也就算 接下来 你看这个案情已经这么严重了 他们都没有报案 到最后 你警察局都没报案 都没去报案 一直到什么时候去报案 什么时候 一直到乡下已经撑不住了 然后马歼医院看情况不对了 马歼医院坚持 一定要报案 请警察到现场来 警察到现场之后 我才能够把管 马歼医院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所以等于是马歼医院报的案 是 所以他们家属 根本不觉得这个奶粉有问题吗 对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第一个 我们刚前面已经讲了这么多情况 情况已经这么严重 你都没想过要去报案 这个奶粉肯定已经有问题了 你也不去找厂商 你也不去报案 就要逼得马歼医院去报案 马歼为什么要去报案 因为马歼已经发觉 那个耐含量过高 那个绝对是不正常的情况 这个死因绝对是有问题 所以他一定要 警方在旁边看 他才敢把管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 他们 你们大家回想一下 这个时候他们第二天 干了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他们是去开记者会 他也是没去找厂商 对 他直接找民意代表 开记者会了 就直接找民意代表开记者会 那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他们的思考逻辑 好像跟一般人 真的是大意齐趣 然后我们再来看 香香妈妈 跟她的婆婆的反应很怪 其实香香妈妈 身体不是很好 所以从去年二月开始 她每两个礼拜 就去看中医 要调养身体 然后一直到去年十一月 身体调养好 终于怀上香香了 她很好 她很高兴 可是你看 她八月二十号生了香香 九月她就回去再看中医 那个时候香香 已经开始有 初期的症状出现 然后到十月的时候 香香重命洗肾 对不对 你知道十一月初 她又回去看中医 而且她跟医生那边透露说 说什么 她的婆婆希望她 能够赶快把生理条 再生一个 那个时候香香正在洗肾 对 虽然传出来 她已经可能脑死了 但那时候还在全力 已经救她的时候 如果这个是我的女儿 那时候我哪有心思去讲 说什么再生下一个 我怎么样 我现在是把所有心思都在看 能不能把女儿救回来 但是你想想看 你看这时间点有点问题 是啊 婆婆希望是再生一个 但是问题时间点是十一月初 但香香住院的时间点 是在十月十五号就住院了 这个时候香香已经进入病危的状况 香香是在十一月十五号过世了 这表示说 人还活着 婆婆希望她再生一个 对 所以他们 这逻辑不太多吧 他们早就放弃掉了吗 其实你说 那么才香香还没有走 他们就已经放弃了香香 第一个他们早就放弃了吗 第二个 如果做一个母亲 你这么快就能够平复回来吗 你马上就可以完全不在乎 这件事了吗 你怎么会想到要去 再生下一个呢 这个我也觉得很疑惑 那最后当然 刚刚大家都讲过很多次 他这个婆母的 后面的反应也让我觉得很疑惑 他在建议头讲什么话 他讲说 如果我知道放那么多言 会把小孩子害死的话 我请问我自己去死 之前他们走理之间 不合到那种地步 为了剪一个 剪一个衣服的破口子良恩 可以闹成这个样子 还要发那么恶毒的简讯 是啊 对 他能够下手去害他 他说他不知道放那么多言 会把小孩子害死 拜托 你一个月的小孩子 他第一次下手的时候 香香只有一个月大佐 一个月大的小孩子 你给他放超过 四千多好个的盐 你觉得他不会有问题吗 当然会出问题 那你现在又突然来说这种话 然后奇怪 香香的妈妈反应也很奇怪 又对大嫂又很好 然后马上又要再去生一个 我觉得这一整个家族的人的反应 都会超过一半人的想象 我真的说真的 我还是要讲那句话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真的不知道 香香他们家里面在想什么 小女孩都居然 已经到了病危的状况 这个时候妈妈想的 不是赶快要救活女儿 而是想到说 我要赶快再生一个 整个案情扑朔迷离 我们会持续为您观察下去 但是今天这个时候呢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刚好是开罗会议 已经70周年的时候 开罗会议正在举行的当下呢 在这个时候 国内正在打着一场惨烈的战役 这场战役是长德会战 长德会战被美国罗斯附组组 称之为呢 东方史达林格勒的包围战 但是为什么 在那个时候蒋介石 他却要将守城的将军 于城外给枪毙呢 我跟你讲 1943年 大家还记得著名的开罗宣言 正当开罗宣言 你看到中美英三个大国的领袖 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 你知道吗 地球的另外一边 惨烈的长德大会战 已经开始了 这事关国民政府的存亡 对 1943年11月23号到27号 就是总共五天 蒋介石飞了半个地球 到了埃及首都开罗 去参加那个对日作战的宣言 也就是后来要求日本要 无条件投降的开罗宣言的时候 你知道吗 会议开始的第一天 24号 长德会战就爆发了 如果打下长德 就要进逼重庆了 国民政府就危战旦夕了 这样就不保了 对 没有错 日军你知道集结了多少人吗 多少 十万之众 十万大军 十万大军 要进逼长德 在这个很危急的情况下 蒋介石出国之前 特别次令守城的 于成万将军说 你一定要与成共存亡 你绝对不能够退 因为只要长德一失守 整个作战就会完蛋了 他带领了第74军 由57师来守 我跟你讲 这个是什么一个军你知道吗 第74军 非常传奇的一个部队 他本人很传奇 部队更传奇 为什么 这就是德士师 也就是俗称的虎分部队 他们使用的都是精锐的德士装备 德士装备 所以这个部队要在最关键的战役 投入作战里面 约是最精良的一个部队 没有错 他手下八千人 都是德士装备 对不对 号称是精英中的精英 所以你们一定要给我守下来 结果日军几次冲锋 都被打退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余城外 聚险而守 好 打下来了 我跟你讲 你要知道 这个部队 它的传奇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我跟你讲 因为这个部队喝茶 不是 我跟你讲 他们去割道子 只能够喝茶 不能够吃老百姓的东西 也不能拿老百姓家里的东西 精锯这么严明 不可以 不可以 如果下大雨 部队不是很大吗 对不对 在那个年代 战乱的年代 军机要这么严明 军机严明 如果下大雨 风很大的时候 你说你到农庄里面 是不是进来夺雨 阿兵哥们 为国家打仗辛苦了 不可以 在外面给我站着淋雨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军机 你会让人家 非常佩服他的是 如果家里面 只有单独的女眷 而没有男丁在的话 部队是不可以去 骚扰民宅的 所以你就觉得说 哇 这个74军真不得了 军机这么严明 应该很能作战 是啊 也没有错 当时第一波 在日军攻城的时候 8000的虎分军 面对日军4万冲锋 4万要冲进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竟然几次都被余承邦给打退了 天啊 简直是1比5的 这种比例在打仗的 很厉害对不对 是啊 可是后来动用了 日军的空中优势 用空军来炸的时候 你就晓得 我们就要挡不住了 因为当时长得会战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空优武力的掩护 就这样来来回回 好几次冲锋又退回去 冲锋又退回去 结果你知道吗 日军当发现 我们的抵抗变弱了的时候 奇怪 五分军又从乱石队里面 又站起来 继续用仅有的能力 对抗日军 所以日军到最后就生气了 为什么你们到底有多少部队守城 我们几次冲锋又动用空军 为什么还打不掉你们 这个时候真的是可歌可泣 我跟你讲 连当时在开会的罗斯福总统 听到蒋介石跟他讲这样 他就说你们这个战役 好比东方的史达林格勒包围之战 史达林包围战非常非常长 一年多才打完 那个是一个人类史上 最惨烈的围城之一 常德也面临了一样的险境 好 日军既然久攻不下的话 你知道他竟然采用了什么方式 最不人道的叫做毒气 动用毒气了 毒气在第一次大战之后 就不准再用了 各国都签署了协议 但是日军还是使用了 日军竟然因为久攻不下 因为日军急了 为什么他急了 因为日军在海上的航道 全部被美军给封锁了 日军已经没有海军 帝国海军已经瓦解了 所以非常需要赶快打下常德 才能够贯穿滇满公路 才能够 物资才能送得进来 对 再从约翰铁路直接到后面 那也就是说要把中华民国 先给亡掉才行啊 没有错 一定要使中国赶快屈服 好 你看结果就释放毒气了 有没有看到 毒气一打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那请问一下 这些虎分部队 马上就倒地不起了 死得死伤得伤 死得死伤得伤 能够侥幸还守着一口气的 只能够抓着他仅存的机关枪 结果日军再次戴着防毒面具 冲进来的时候 竟然我们的部队 还是英勇的一袭尚存 跟他对打 用机关枪再打 你知道吗 打到最后 打到最后一个班 只剩下三个人 连一户兵都上了 因为已经没有兵可以救了 都死光了 不然又奄奄一袭 也救不回来 也没有药品 怎么办 怎么办 一户兵都上了 可是一户兵连子弹都找不到 没有枪 拿着削尖的竹竿也可以干 什么 连竹竿都拿上战场了 你就晓得当时状况的惨烈 好 结果到晚上大家累了 你知道吗 连... 就说战绍的兵都已经睡着了 突然一阵冷光过来 日军又开始偷袭了 偷袭了 有人就赶死队 拿了两颗手榴弹 就跟日军砰 我跟你讲 这场战役 你说照理讲三天就要结束了 从11月24号 一直打到11月28号 28号藏德还在我们的手中 你知道这个时候 大家都很惊讶了 一直到最后一天 12月1号的时候 开罗轩元发布的同时 这个时候余臣万的8000人 只剩下500人 只剩下500人 死了7500人 对 这个时候余臣万 拿起手枪要自杀 结果被部署劝下来说 将军你不可以这样 于是赋予什么翻墙逃跑 他真的逃了出去了 余臣万跟几个随同 终于逃了出去 结果他竟然有一种运气 他出去的时候竟然跟58军 我们的58军会合 会合余臣万说 我们再打回去 结果真的又打回常德 你知道那个时候常德的 刚刚拿下常德的日军将领 叫恒山勇 结果一看中国军队又跑进来 多少人算不清楚 赶快弃城而逃 余臣万竟然把这个城池 又给收复了 所以说你就晓得说 那个时候在乱石堆里面 终于找到300个商兵 竟然还没有死 把这300个商兵找出来 大家还知道原来这一仗 中外接歌颂 可歌可泣的常德之战 可是你知道吗 为了这件事情 因为他是不是弃城而逃 蒋介石当时气得 还想把余臣万给枪毙 余臣万将军 他死守在常德会战当中 但是最后 常德会战之后 余臣万将军从一个红派将军 变成了一个黑派将军 后来国民党整个撤退到了台湾之后 余臣万将军他就转负到香港去了 可是香港在一场强案当中 余臣万将军他却中弹身亡了 中的弹是什么呢 冲锋枪 但这是一场意外 还是安排好的一场刺杀呢 我们先讲余臣万 马英九总统曾经讲 常德会战 我们司长阵亡 但是常德会战的司长就是他 他不但没有阵亡 而且他判了军阀 判了两年的军阀 他在重庆被软禁了两年 在这两年之中 如果不是张志忠 如果不是何应青 如果不是他总统府市卫长 余继时的同期同学 帮的忙的话 余臣万不可能再起 就是因为这样 那余臣万从监牢出来 调了74军的副军长 各位晓不晓得 74军就是张领府的部队 那蒋介石是对他非常的不放心 又把他调到云南街 26军的军长 那74军交给了张领府 那张领府孟良故之一 张领府致敬 那余臣万就成为了南天屏障 但是余臣万 他跟蒋介石之间是什么关系 就是说第一个 除了常德的问题 那第二个 余臣万的长官 余臣万黄埔一旗 他的长官 几个长官 包含李明 包含王耀武 都是黄埔三旗四旗的 黄埔一旗的干司长 然后黄埔三旗四旗的干什么 军长 所以他对蒋介石 不是没有怨言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那余臣万 那个时候 他在云南的时候 那刚刚好碰到了 卢汉要宣布 投向解放军 结果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那蒋介石叫余臣万抵抗 但是余臣万也好 李明也好 一个第八军 第二十六军 他们只是把兵力集结在 什么地方 他们把兵力集结在昆明城外 那个时候 卢汉引进俘虏了西南军政长官公子的高级长官像包含张群等人 结果呢 这个李明的太太非常聪明 把那个李明的那个首令缝在什么旗袍里面 说这样子 我愿意去说服二十六军跟第八军来支持你投向解放军 结果一到了第八军跟二十六军的军部的时候 他把旗袍割开 割开把那个信拿给他们 命令二十六军跟第八军反攻 反攻的时候 那卢汉迫不得已就把那些人放了 放了以后 各位晓不晓得 那蒋介石命令 虞成万向南撤退 然后李明兼任云南省主席兼衰今主任 在蒙制一役的时候 虞成万想到 既然中国解放军的大军已经从贵州进来的话 他们挡也挡不住 所以呢 他跟李明两个人到了台湾 台湾拿了多少 七百箱的元大头 折合今天新台币大概一百多万 七百箱的元大头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把二十六军 那蒋介石是对他非常不放心 他把二十六军的军权 他交给彭索熙的时候 他说不要听蒋介石的 你们直接往南走还有深路 往南走还有深路 往南走 那他自己到了海南岛 乘水路到了香港 他到了香港以后 各位知不知道他经营什么 经营米铺 经营当铺 经营农场 经营杂货铺 那他有两个太太 一个太太 袁佩是住在九龙市区 然后究竟 他是被警方杀死的 还是歹徒杀死的 但背后中枪 但是那个是冲锋枪 用冲锋枪 那歹徒没有冲锋枪 只有警方那有冲锋枪 结果呢 很多人认定是警方杀的 但是余成万死了以后 他的太太到了美国 他的二夫人是留在了香港 到了美国以后 他们就有一个阴谋论出来说 是蒋介石你派人杀了余成万 为什么 因为当年还有一个王心恒事件 在香港遭受枪袭事件 他们认为跟余成万这些人 都有一些关系 他们这些人想组第三势力 好 这个是余成万在香港的遭遇 余成万将军最后的 可以看到他下场并不好 但背后是否是蒋介石下的手呢 这是个问号 可是呢 现在泰国的总理 过得也不好 赢了 听说已经跑到国外去了 但背后是谁在操盘呢 有一说可能是太皇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